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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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陳博宏 那每天早上 我們從美國股市來看台股 那我想這波台北股市 能夠讓大家看到兩個禮拜 漲一千將近四百點 這行情我想跟美股絕對有關係 對不對 這一點我想毋庸置疑 所以就是說台北股市 就是今年來的漲勢 基本上跟美股的走勢 那個β值幾乎快等於1 它漲我們就漲 它回檔我們就回檔 它整理我們就整理 幾乎這段行情就這麼走 那當然昨天早上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凌晨 今天凌晨各位看到的 美國股市是回檔的 那回檔的原因在於有兩個 那昨天因為兩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事件 就是說第一個 在凌晨1點鐘左右 FED公布了它10月30號到11月1號 所有FED官員開會的會議紀要 那會議紀要裡面呢 我想滿明確的跟他講說 所有的官員一致同意 同意什麼 要非常謹慎的 這個 把這個利率政策這件事情 那個 謹慎的推進 那推進其實意思就是說 他們會 還是會密切觀察 經濟數據 有可能的話 他還是會升息 他並沒有 把這個升息的這條道路呢 給封掉 也就是說他還是保持開放的 該升他就還是會升 那這一波各位看到 漲1400點的行情裡面 他基本上是市場認定 FED應該是12月份也不會升息了 那當然這過程當中 以昨天晚上的一個經濟數據 美國這個全美的房仲協會 大概也公佈了10月份 美國的房地產的一個 這個部分 是明顯下滑了4.1% 而且是在 這一兩年來最大的下滑幅度 就代表過去 比較有價格僵固性的 包括像之前各位知道的失業率 最近最新的數字我認為也往上跑 接近3.9% 要接近4%了 然後昨天的這個 所謂的房地產的部分 美國房地產 其實全球前一陣子的房地產 都價格很硬 那最近也有下滑的現象 那而且是這一兩年來 下滑幅度比較大的 所以從這些數字來看的話 包括之前大家所看到 最新的CPI或PPI 都有明顯降溫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大家認為說 FED12月應該不會升息 那但是昨天的會議記要裡面 他只是告訴各位說 FED官員還是保持著 盧履薄冰的一個心態 那這個東西因為也已經是過去式了 那因為畢竟再怎麼盧履薄冰 他們還是決定 11月份暫停升息 那從可以 目前大概所知道最新訊息來講的話 都指向通膨已經在降溫 那麼在12月12號那天 還會有一次的FOMC的會議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的幾個數據 相關數據還是蠻重要的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股市漲1400點 休息一下也沒什麼不好 我們過去跟他講過 就像上上禮拜四 鮑爾在這個IMF講話一樣 先是在11月1號跟他講暫停升息 隨後他的公開講話就說 我不確定5.25 是不是一個適當的限制性利率 各位記得吧 那天其實台北股市也已經漲到相形頂了 接近17000點 那天出來之後美股跌 當一個百分點 那天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美股看一下 這天就是鮑爾那天講話 那天講話 納斯達克做一個中黑壓回 你跟他講過這個壓回 不用太緊張 為什麼 他這種V型反轉的漲法 這個壓回裡面來講的話 他回測過程當中 相對這段漲勢算是小的 所以不要想說長黑一定是往下掉 我們跟他講過你怎麼去看 我當時說過我們就不太多講 那一直到昨天 公佈了會議記錄在這裡 會議記錄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是這個時候的事情 11月1號暫停升息 當天美股大漲 然後隔天跳空再漲 那鮑爾講話 做一個漲多修正 那一直到昨天 前天再創波段新高 昨天會議記錄公佈之後 壓回 回測什麼 這個創新高的長紅線 一般來講 股票 股價漲到一個相對位置 像這裡一樣 一根長紅創新高 這波段上來對不對 長紅創新高 壓回休息 跳空再漲 然後推推推 這是高檔整理 再一個長紅高檔 一般來講這種長紅高檔 很容易被回測 因為這個漲到底是漲 是漲空而已 還是漲真的 所以市場有時候 會再隔一天回測一下 你這個長紅是紮不紮實 就像蓋房子一樣 你房子從地基開始往上蓋的時候 這個到底牢不牢 我想 這個像施工的一個工程單位 他一定會先測 你鋼筋裝有沒有綁緊 或者這個H型鋼 螺絲有沒有鎖好 確定了 這個都沒有問題了 才繼續往上蓋 對不對 如果你這一層都沒蓋好 你硬是往上蓋 不好意思 現在崩下就很恐怖 怎麼上那邊怎麼下 所以這個其實 就是人事間的一些物理定 一些原則基本上 原理大同小異 只是用在 什麼行業的問題而已 所以各位 在你只要了解到 這麼多的事情之後 其實 你說判斷股票 有點難 但是你說真的很難嗎 你只要有足夠的實戰 能力跟經驗 我相信市場 你還是可以 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好 那我們看到這裡為止 OK 昨天回到剛才美股 美股FOMC會議之後 讓這個美股拉回 好這個拉回 大家覺得為什麼拉回 因為 FED的官員是說 他們心態都好偏鷹派 鷹派就是要升息的意思 那市場會大漲 是因為大家覺得鴿派 因為不升息了 準備降息了 因為降息是對股市 債市都很好 那升息的話 這大家都不好 你越升息 這個殖利率要繼續 跟著往上跑 那你就再決定再跌 那企業 如果EPS沒有辦法 跟上5%以上利率 那是不是相對來講 就有一點 大家在掙扎 所以這段的大漲 其實來自於 過去一段 這個被壓抑的一個情緒 直接爆發出來 那由於到了歲末年終 因為這個禮拜 各位看到 這個美國的感恩節 還有這個黑色星期五 甚至這個還有等等 後面的聖誕節等等 這個是到年尾大家準備做年終的一個 包括不管是消費也好 還是度假期也好 開始進入這個時間點的氣氛了 那這也是過去往年 每一年的這個時刻 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之間 最容易讓股市上漲的一個期間 因為第三季財報都出來了對不對 好的好的 不好的不好都出來了 出來之後 第四季如果展望不錯的 那麼是不是 大家會延續到明年的第一季 因為明年第一季有空窗期 所以通常這段期間 第四季到第一季之間 就是明年的二三月之間 一般我們俗稱叫做做夢行情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如何又如何 所謂展望未來是什麼 我們講這個 就過去講到了 股票市場什麼叫機會 有未來叫機會 什麼叫危險 不確定叫危險 你投資股票 或者任何投資都一樣 你要先搞懂這四個大字 那危險跟機會之間 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有時候你看到危險 反而它是個機會 所以分析師的任務就是 除了收集資料之外 你要判斷出來說 你眼下看了這個危險 到底是機會還是危險 就好像今年三月九號 我記得 美國矽谷銀行 傳出籌制不順 隔天瞬間被 美國政府管收 倒閉 那天的重挫 我有跟他講 那個跌下來 那個是一個買點 我在預估隔天的 禮拜二前後就是買點 對不對 記記了 今年三月九號 那個時間就是我剛剛抓到 就是那個點 你打下去就是買點 那個危險 很多人跟你講 會不會又來雷曼事件什麼什麼 文章寫了一大堆 你光看文章嚇到嚇死了 那一段時間我記得自己上 賣超三百多億 記不記得 外資人賣超七八八九百億 事後看看那就是第一點 那就是看到危險 想到機會 那個銀行的倒閉事件 對我來講 對應該說 以我的觀察 你看FED 有沒有處理過這種事情 有嗎 有經驗嗎 什麼經驗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比這個 小型的區域銀行倒閉 那個還大條事情 美國FED都搞定了 你的小銀行 我想對他們講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當時我跟你講 那種危險它就是機會 好同樣道理 那今天這個股票上回檔過程裡面 那除了剛才的會議紀錄知道 只是過去 也可以這麼講 11月1號這個升息 造成股市的起漲之後 在今天將近半個月之後 回過頭來檢視 原來當時大漲是大家決定 還是暫停升息 只不過大家心理上 還是保持戒慎恐懼 如果必要它還會再升息 可是從它確定暫停升息到現在為止 你所看到的經濟數據 CPI PPI 製造業指數 包括房地產 包括失業率 包括油價 通通朝向景氣降溫的方向在走 也就是美國景氣正在軟著陸當中 而不是持續揚升 那當然另外一句話 大家比較緊張 什麼緊張 這個會議紀錄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可是他們看到最近的房地產 還有股價 好像穩定的上升那個力量 他們有一點點擔心 也就是說原來股票上漲 對他們來講是會煩惱的 煩惱什麼 如果股票一直漲 大家有錢之後 那又去消費 會不會造成這個通膜數字 CPI等等上升 當然它一律是對的 只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去考量了 他擔心是事實 這個眼前事實 但是有些時候你在判斷行情 你要有想像力 有些東西不是表象的東西 可以掩蓋到真正背後的趨勢 所以這東西各位要多做考量 所以昨天回黨基本上 以FED紀錄來講 這兩個重點跟大家做提示 第二個昨天在美國市場裡面 最重要的訊息 對台灣來講 最重要的訊息是 NVIDIA NVIDIA昨天 今天凌晨公佈財報 好 師傅好 各位 在我寫今天早上的盤前稿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 NVIDIA的盤後交易 跌了1.6個百分點 但現在還是持續當中 我現在不知道已經是不是 跌更多 或已經漲回來 我不知道 至少我在早上大概5點多 寫這份盤前稿的時候 大概它是盤後交易 跌1.6個百分點 大概跌8塊美金 位置來到491塊左右的 美金的價格 這次它在前兩天創下 應該昨天早上 前天早上創下掛牌歷史高漸 505塊美金 昨天因為盤後交易 目前盤後交易早上是回到491 也就是說目前在高檔附近 那你說財報不好嗎 那為什麼盤後交易是跌的 一般財報 盤後公布財報如果不錯 應該是跳空大漲 像之前Intel高通 盤後交易都是大漲的 包括那個微軟 我記得不是微軟 是那個 Amazon 跟Meta 公布之後不錯 它盤後都往上漲 那NVIDIA回檔 你說財報好不好 其實比市場分析師預估的好 好多少 大概20% 比大家市場預估的成績單 多了20% 那20不錯 兩位數 而且是不是十幾 是20% 那為什麼會回檔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NVIDIA在之前的財報 讓大家覺得 哇 非追不可的那個環境是因為 它在5月份公布的財報裡面 它所發布的財測 是遠遠超過分析師 預估的一倍 哇 這好像打了興奮劑一樣 哇 跳起來了就飛上去了 一波帶動 今年5、6、7月的那個AI大行情 那今天這個財報出來之後 比市場更好 但是只有兩成 相對100%跟兩成比起來 好像刺激度比較少一點 所以昨天反應比較平淡 所以股價在昨天早上先反應了 事先先卡位了 所以昨天 糟糕消息沒有特別的好 所以昨天做個小幅度的回檔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NVIDIA提到了 各位都知道 10月16號 美國商務部 針對這個NVIDIA 這AI晶片 你去年有把 我們有限制你輸入 到中國的AI晶片 你已經開發出A100 H100對不對 它特別針對中國市場 也要把這個規格降級到 800系列 好到800你也不能賣 包括你L L40S這個系列也不能賣 就邊緣運算那個也不能賣 甚至一度規定說連那個 這個RTX 這個遊戲專用這個4090系列 40系列也不可以賣 後來才開發可以 40系列可以賣 但是呢 你要整台賣 不可以單片單片賣 賣給個人消費可以 你不可以作為商業用途 更不能拿來生產 所以這是NVIDIA 之前大家知道訊息 那所以昨天的財報之後 NVIDIA也特別提到 除了我第三季財報不錯之外 然後他說下一季度 就展望下一季啊 他可能因為美國政府的限制關係 可能在中國地區 以及被點名的其他國家們的 銷售量可能會受到影響 之前都說不影響 不影響對不對 這也說有影響 好那有影響之後呢 那所以昨天 目前早上的一個 五點多吧 應該是五點 因為現在已經快八點多 我不曉得 我還沒看到剛剛八點多的數字 所以NVIDIA稍微做個回檔 那回檔後回檔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一般來講喔 股票強不強 走勢強不強 我們用這個來看喔 來各位 您看昨天NASDAQ指數 強還是不強 好這段很強 V型反轉 這個東西是 報了公開講話 然後說他不確定一件事情 一根藏黑下來 收盤點跌破五日均價線 跌破喔 隔天開高直接長龍拉回去 代表什麼 高檔換手結束 好拉上去 回測一次 往上衝 那昨天這個利用拉回之後呢 各位注意到沒有 下影線碰到五日均價線 有沒有直接灌破 沒有 這個是灌破 這個沒破 代表昨天的回檔 基本上 算是強勢的 包括NVIDIA股票也是一樣 我看了一下 以昨天收盤來講 NVIDIA是跌的 那它的五日均價線 還是守得牢牢的 當然盤後交易 跟盤後交易 當然會經過一個晚上的 美國時間一個晚上的 一個沉澱思考 那明天 今天晚上的正式交易 才確定說 這個NVIDIA是 會往下回還是持續往上走 好所以從昨天美國股市 的三大指數 除了NVIDIA 這個NASDAQ之外 我們看到 道琼 道琼也是 創高之後回測 只有這個廢半 廢半因為NVIDIA回檔的關係 那還有其他所有的 這個半導體類的股票 包括最近最強的intel 它昨天也回檔 所以半導體指數做一個拉回 但各位你知道 我們昨天講過 半導體的指數 它已經最領先 幾乎逼近前波高點 它是離前波高點最近的 各位看 納斯達克也還蠻近的 都一樣很近 只有道琼稍微遠一點 應該說道琼遠一點 所以科技類股 還是美國目前的主角 那半導體拉回的過程裡面 昨天就稍微有跌破了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這裡 爆了講話那天 跌破五日均價線 昨天晚上也跌破 一次兩次 不過有留下影線 不是完全藏黑 所以這過程當中 你就要去判斷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思考 美國狀況大家都知道之後 昨天有沒有股價繼續漲 有 Google是漲的 Netflix是再創新高的 還有Tesla 昨天因為可能 印度市場對它開放了 所以Tesla也是逆勢上漲 還有誰在漲 Dell Dell電腦 Dell電腦是跟AI有關的 它已經轉型到 企業用的AI產品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代表說其實 在昨天回撤的過程裡面 在歷經連續性的兩週大漲 昨天這個拉回 會不會是各位的機會 思考一下 股票市場你要賺錢 你一定要懂得思考 思考什麼 當我看到情緒上的 眼前的危險 你產生心理的恐懼 這個危險會不會變成機會 這個危險跟機會的變換 你一定要常常訓練自己 當你已經可以判斷的 這個正確事數越來越多 代表你對於投資的領域 你越來越熟悉了 所以 那這個過程當中 那很多人說 這一波漲一波 一千多點沒賺到 那怎麼去找 還有沒有機會 那我想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問 我當然要跟他講一下 你在投資市場 如何翻轉你的人生 你要懂這三個公式 1加1等於2 1加1大於2 以及最重要的 投資市場裡面 你要懂這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只要做對第一件事情 三次 做對第一件事情三次 你就會變成 股票市場裡面的投資達人 那這樣的問題 因為早上時間沒有辦法說明太多 那有興趣可以收看 我們下午的YouTube頻道 那YouTube頻道 你可以搜尋 陳柏宏分析師 每天下午6點左右 會更新節目 那當然 今天早上 想不想知道 我對台北股市 綜合剛才美股的看法之後 台股今天會怎麼開 要怎麼看 還有 值得你留意的標的 跟族群在哪裡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利用LINE的部分 來做這道的說序 我們先進廣告 帶大家回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談到美股股市這麼多之後 目的就是要了解 美國市場正在發生的方向 也會影響到台股 因為外資對台股有重大影響力 然後各位看到最近外資 這五天來買多少 從17000以上 它買了1700億 從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它賣了四個月 5800億 結果短短的 大概六七個交易日 就買回1700億 那麼如果你再算到 11月2號起算的話 它買回了將近2100億 也就幾乎買回一半的持股了 而且這些買回來的 的一個位置點 比它過去四個月賣的位置 還更高 代表說過去外資四個月的賣超裡面 它願意在這個位置 17000附近 甚至更高的位置 它連續買回這麼大量的持股 那代表後面有沒有行情 各位就思考 所以我們就不做引導 所以這方面各位就做思考 但是在今天看到各位 看到這麼多行情之前 我們放大一點 我們早在11月1號跟他講 你只要看我YouTube頻道 以後我會告訴你 這個位置叫做破底番 多頭背水一站就在這裡 事後你看到隔天大漲300點 甚至漲到這個箱形頂的時候 我說遲早軋空會挑戰前波高點 前波高點在哪裡 在這裡 這當時在這裡講的 我說這個遲早會過 那後來你看到真的突破了 那我說這裡什麼 這個技術面叫做破底穿頭 破這個底 穿這個頭 破底穿頭 會不會出現 然後各位慢慢看 外資開始衝進來對不對 衝進來了 軋空第三天 軋空第四天 這個地方還是任何拉回買進 這是禮拜一的部分 然後外資再買了 然後昨天禮拜二 昨天又拉一個長紅線 衝上去有沒有 放大一點 這裡 軋空第五天 各位這裡明明長兩個禮拜 為什麼軋空第五天 OK你思考一下 然後外資的買賣超 從低點到這裡 11月份買超這麼多 高檔這個小區塊買了1700 所以他壓外資基本上壓在這個地方 他在這裡瘋狂大買 那錢膜高點會不會已經非常接近 幾乎碰到了對不對 只是還沒有明顯穿越而已 已經碰到了 所以發現到我們對行情判斷 其實是有相當程度的精準 那麼如果早上我們的盤錢模擬稿裡面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 早上盤錢 我們都會給大家 我心目中下週的潛力股 像這個11月10號我們所提到的 秦邦富士達 秦邦富士達 提到的點 當時提到的點 連漲五六天 甚至後面是不止的 那這個過程當中 今天早上 對於美股大盤 以及你值得留意的標的 如果想了解我對最新的看法的話 歡迎利用LINE的部分來做索取資料 那麼當然想知道 我們更多最新的分析訊息的話 歡迎利用YouTube頻道 下午的18點左右 搜尋陳柏宏分析師就可以了 我們下午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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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見